台東縣稅務局為了積極清理欠稅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及花蓮縣地方稅務局合作 辦理跨機關科技執法追車專案 透過移動式車牌辨識系統追查欠稅人的車輛及時掌握車輛的所在處 台東縣稅務局為了積極清理欠稅 與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以及花蓮縣地方稅務局合作 辦理跨機關科技執法追車專案 透過移動式車牌辨識系統追查欠稅人的車輛 即使掌握車輛所在處 並針對累計欠稅金額達到一定金額以上者 就將其車輛以查扣一致保管 而若是義務人人不履行繳稅義務 將申請進行拍賣車輛 台東稅務局表示 這次跨機關科技執法追車專案在10月進行4天 供查或欠稅義務人39輛車 除了在車上張貼吹腳單 提醒義務人尚有致欠的地方稅 請盡速繳納稅款之外 另就大額欠稅的義務人所有車輛 供查扣了無量移植到稅務局保管 請義務人到稅務局繳清欠稅款後 依發還義務人使用車輛共計有三輛 合計爭取金額二十餘萬元 而稅務局也呼籲納稅市國民應盡義務 應益獻繳納稅款 而稅務局將持續運用多元稅繳方式 提醒義務人繳清欠稅款 就判罪於台東市報導